第306节 李道宗频频点头 对有些疑惑的王妃说 哈哈哈哈 嫂嫂有所不知 云侯少年随恩师远游 见识了天下各种美味 恰好他恩师也是一位非美食不食的高人 哈哈哈哈 所以在高人的熏陶之下 云侯做出的饭食堪称一绝呀 云叶笑着接话 小侄不知今日是婶婶大寿之期 贸然前来已是失礼 且容小侄下厨给婶婶做一碗长寿面 以表心意 小子做什么面呢 把鲸鱼肉泡制好了就行了 李孝公急不可耐的要吃鱼肉 李太的好奇心也被勾引了起来 他也很想尝尝这鲸鱼肉的滋味 李太李克和云叶一起来到厨房 云叶在货面 他们哥俩按照云叶的吩咐准备炭火炉子 由于在书院呢早就很熟悉了 不多时炉子已经准备好 拨着蒜瓣的李太突然问云叶 叶哥 你说我准备了五六只大蚂蚁 是不是有些少了 那得看你要干什么了 让一个人吃点苦头 那五六只就够了 想要把一个人啃成骨头架子 那就是全书院的蚂蚁 那都不够啊 这种沙漠行军蚁 咬人虽然厉害 还带有一点毒性 其实那不是毒 那是一种啊 叫做乙酸的东西 和孙先生提炼出来的那种 硫酸很像 但是这几只呢 还不足以对人造成威胁 知道你的心思 你自幼富贵 李元昌可能是让你最痛恨的人物 狗的那件事呢 我听你大哥给我说过 所以我对这种骨子里 就是恶人的家伙 没一点好感 知道吗 我可以和他起冲突 那我是外臣 但你啊 还是算了 这两天呢 我想了一下 发现利用你来拖住李元昌 是愚蠢的 他是你的长辈 不管他对你做出了什么事情 那你如果含恨报复 就是你的错了 我大唐以孝立国 如果你这么做 就要被铺天盖地的口水给淹没 所以很不可取 我不管 不弄死他 我此刻难消啊 一条狗没什么 他的做法 让我做了好久的噩梦啊 母后抱着我 睡了两个月 才不再做噩梦 哎对了 那你如果把我尿床的事情说出去 别怪我犯脸呢 不好笑 尿床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好笑 小泰 你没发现 你的噩梦加上尿床 改变了你的心性吗 这是一种病 很严重 可你刚才说我不能对他出手啊 否则会对我不利 会对父皇造成困扰 如今大军征战在外 大哥也在军武 父皇又在忧心朝政 我不忍心再给父皇添乱呢 云叶笑着拍拍李太的肩膀 多年的教育终于显现了他的成效 历史上自私自利的李太消失的 杀子传递这种混账话 再也没有机会从他的嘴里说出来 能给历史书减少一丝黑暗 增添一丝光明 云叶 很欣慰 李克把手里的葱放下对李太说 哎你是干什么的 研究了这么多机关消息 找不出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法子 就算是全天下人都知道是你干的 没证据不就完了 又不是要杀死他 蚂蚁这东西谁都知道是书院的东西 可是马峰才是刚刚养出来的 没人知道 你给他撒上王浆 就算是现场有一万个人 马峰也只咬他一人呢 你呀 好法子不用 看来呀 是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云叶惊恶的回头看看李克 书院的马峰 是黄鼠从秦陵里费尽心思找来的 个儿头大 分量足 尾巴上针呢 这足足有一公分长 黑幽幽的让人心寒 孙思苗五天就取一次封毒 黄鼠在抓封后的时候 手被遮了两下 整只手掌肿得发亮了 如同熊掌八天时间才恢复原状 这还是趁早把针刺挑了出来 用了孙思苗的药 要不然呢 还要麻烦 李太在自己脸上抽了一巴掌 拥抱了一下李克 从怀里啊 掏出个小瓶子 把大蚂蚁倒进了炭火里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一碗扫子面 那只有一根面条 上面还握着一只荷包蛋 非常的漂亮 李太不允许仆义动手 自己呢 亲自把这碗面端给了王妃 小时候最疼他的 就是河间王妃了 云叶和李克拎着炭炉 仆义端着片好的鲸鱼肉 和料汁等物啊 一起进了门 王妃高兴的端过那碗面 给李孝公李道宗显背一下 在众人夸赞声里呢 就准备吃了这碗面 闪闪 有所不知 吃这个长寿面 那可是有讲究的 这碗面里啊 只有一根面条 为了福泽绵长 万万不可咬断啊 为了增添一点喜庆的 气氛 云叶故意大声的啊 把这个规矩给说了出来 客厅里顿时笑声一片 尤其是李孝公的几个儿子 笑的最是大声 可惜李怀仁不在 否则会更加的热闹 王妃笑骂了云叶两句 果然呢 把面没咬断 就吃完了整碗的面条 众人自然是齐声喝彩啊 李孝公拿起穿好的鲸鱼肉 放在淡火上烤啊 等到外皮稍微发脆 再抹上酱料 辣椒油 先给老七一串 然后再给李道宗一串 自己这才拿起一串闻闻 大口的嚼了起来 一轮吃饭 李孝公喝了口酒 吕吕胡须说 啊 这吃大鱼可有个说头 汉书上记载了 巨鱼死 王侯碧 那指的就是这种鱼 这话说完 满场寂静 都愣愣的看着李孝公 又看看云叶 不知道说什么好 要知道满座的 除了云叶 那全是王爷呀 刚才大家只知道 吃的是鲸鱼肉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现在知道了 都觉得不可思议呀 李孝公哈哈大笑 一条腿踩在云瞪说 哎 别惊讶 云小子吃鲸鱼肉 那还是老夫教他的 所以他不算失礼 什么狗屁的 聚于死 王侯碧呀 那如果这是真的 大唐的王侯早该全死了 要知道 老夫当年在明州 就没少杀死鲸鱼 当时全军无良 杀一头鱼就可以满足 一律的将什么吃用啊 为这啊 秦王特意的中奖了老夫 要知道啊 当时老夫还不是王侯 陛下还不是好好的活到现在呀 云小子 你在登州干掉了多少大鱼啊 啊 嗯 不多 三十几条 河北之地遭逢大汉 那不打点大鱼实在是不够吃啊 对于这点呢 云叶才不在乎呢 宫里面也没少送鲸鱼肉 李道宗蛮不在乎的拿起一串鱼肉 送到嘴里嚼 嚼完后啊 才露出森森的白牙 宁叫着说 大军无良 灾民无良 莫说大鱼的肉 就是吃人肉又如何 史书上以人为君良者 数不胜数 吃条大鱼 王侯就会死 我李唐也太不堪一击了吧 小子 记着 把鱼肉给家里啊 送一车 啊 要最肥的 王妃念了生佛 捂着胸口说 当年大军战乱 王爷带着大军与钱随交战 晋阳几斤战火 没吃的 太上皇那里都只剩下西州了 家里人口多 我带着几个年纪大的妾室 在林子里抓青蛙 怀仁他们不是一样吃的香甜 所以说呀 这天生万物就是给人准备的 只要是为了活命 哪来那些个讲究啊 都是那些读书人 吃饱了饭 没事 瞎琢磨出来的 要是按照他们说的 天下间都饿死算了 老王妃的话一出 算是百无尽机了 匠门出身 本来就没有那么些个穷讲究 听到众人都这样说呢 就没了机会 再说鱼肉啊 的确好吃 纷纷动手自己烤鲸鱼肉吃 小子 你从来不干没目的的事 你给老夫说说 冒险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呀 李太李克李道宗也好奇的围了过来 他们一想知道 小子 家里在岭南的收益被你收缴了六成 不过为了大唐的江山 老夫屁都不会放一个 有新的发财之道 指出来 没听你婶婶说了吗 家里穷的都要吃青蛙了 李道宗李太李克奇奇点头 意思呢 是不要把他们排除在外 小子 最近有一个新的执嫌 岭南水军统领 您知道吧 废话 老夫当然知道 还是老夫举荐的 叫花子一样的船队 到你手里 转眼就变成了一只豪华船队 老夫这点先见之明 还是被陛下夸奖了 嘿嘿 快说实在的 云叶请老李带自己去沙盘 准备照着地图给他们好好说说 自从书院把这东西弄成格式化 定制了严格的比例之后呢 将门家里要是没有这么一个东西 那都会被人家笑话 听说李二专门请公书家的高人 腾出一座宫殿 专门制作天下山川地理图 连河流都要求油 公书家打算用水银当河流里的水 被云叶堵着门口啊 骂了一天 这才作罢 现在还在制作 这是一门水磨石的功夫 没几年的时间是完不成的 李太在弄经纬度的分割 原点就是太极公李二的屁股底下的玉座 也只能用它做原点 极度自恋的李二啊 对这点看得极重 现在的划分还非常的原始 没有人认同自己是住在一个圆球上的 还不停的转动 要是转到下边 那岂不是会掉进虚无 没理好讲 制定新的长度的时候 李二的手指到叶窝的长度就是一米 这个说法一出 满朝文武马屁如流啊 认为非常可行 悲惨的云印呢 只好把自己已经做好的米齿毁掉 重新做 民间呢 还是用以前的齿 这工不做工 已经开始用米这个单位了 往沙盘边一站 李孝公李道宗啊 就开始浑身的冒冷气啊 周边的小辈一个个都像烟机 搭了着脑袋 不敢看站在前面的几位长辈 云叶早就被磨练出来了 冷嗖嗖的很舒服 拿起长竹竿就点在 扬州 明州 泉州 广州 登州 交州 这几个位置 开口说话了 诸位 你们看 这是我大唐最适合船运交通的几个位置 从陆地上需要运转很久的货物 用船来做载体就简单了 我大唐最大的木兰州就是千六大船 这回云叶用一支船队就运载了百万弹的粮食 将河北的饥荒消灭在萌芽状态 说句不好听的话 如果没有这次海运 河北的灾情 朝廷就会鞭长磨叽 等到远处的粮草运到 河北早就饿飘遍演了 小子极度奇怪 大海之中的物产更胜陆地十倍 为何在海边的人却会挨饿呢 幽州刺史告诉我 巨鱼死 王侯必 不能杀死啊 小子虽然官职卑微 却也勉强算得上王侯 杀了一条大鱼 小子没事 鲸鱼肉吃了三顿 没见肠胃出毛病 还有八爪鱼不能吃 华天下着大吉 我用铁板把八爪鱼烤了之后 请刺史吃 他足足吃了两大盘子 第二天还问我有没有 没死啊 还一个劲的说脆成好吃呢 小子带回来的海带 都说是没用的废物 可是小子泡好以后 拌了盘子凉菜 揉筋筋的很好吃 吃这东西呢 还能预防大脖子病 一种衣服在礁石上的 黑色海菜 没人敢吃 小子踩下来晒干 稍微烤一下 做出来的汤 味道极为鲜美 等过几日 您几位要是有空闲啊 小子做给您尝尝 保证色香味俱全 之所以说这么多 就是想告诉诸位 大海的产出非常的丰富 大鱼杀掉了一些 明年还会来 海带摘掉了 明年还会涨 不要把眼睛都盯在这片黄土地上 这片土地养育了我们几千年 早就贫瘠不堪了 啊 还有我说的那几个海港 向南可以远到黑大陆 那片大陆上盛产象牙 犀牛角 黄金 宝石 向北呢 可以到达渤海国 那里的明珠 皮毛 药鹰 哪一样在我大唐 不是天家呀 大石 波斯的女奴 诸位 垂涎已久了吧 那么 窝国的白银 就不让人眼红 据我所知 那里的银矿 储量比我大唐全国都多 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大 大唐不是世界的中心 在汉朝之时 西方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叫罗马帝国 国土面积之大 骇人听闻 海洋啊 那都是那个国家的内湖 诸位就可以想象 他是多么的强大 如今那个国家还有残余 土地面积呢 不比大唐小多少 又有一个新生的强大国家诞生 那就是大石 如今他们正在海洋上 陆地上向四处扩张 传播他们的教义 我在岭南抓住了他们的一支舰队 所有的人都被我盯死在木桩上 立在荒岛上 以示威慑 小子 这些话为何在皇宫里不对着群臣说 却跑到这里 都瘦你的海带啊 云叶一缩脖子想溜 可是呢 被一只死人爪一样的手揪着脖领子动弹不得 李二皮笑肉不笑的 不理会那些对他行李的宗事 穿过人群来到云叶面前 接着说 接着吹 南方航线九十天就可以到大石 再行四十余天 可到黑大陆 你只说财富 怎么不说其中的艰险呢 还朝南 方向都搞不清楚 就敢胡说八道 北方的渤海国现在风雨飘摇 四处受敌 有心情和你搞贸易 日本国的银子现在还在土里面 你就敢胡说 他们比大唐的银矿还要丰富 上次为了卖蚂蚱 你就吹嘘那东西有神效 又是智叶芒 又是立国立民 为何最后只有你云家赚的盆满钵满 朕可怜的将士吃一口蝗虫 都要花大价钱从你云家购买 黑了心了 现在又把朱石运回来 准备糊弄长安百姓 你就忍心骗这些憨厚的人 每一次卖东西都和国际民生朝堂大计 联系在一起 似乎只要不买你的朱石 就是对朝廷的不忠 对国家的不关心 骗人骗到你 这种地步也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 李二才说完 一屋子憨厚的王室宗亲一起怒视云叶 刚才被煽动的热血沸腾 差一点就要每家弄几车海带尝 幸好陛下英明 及时戳破了骗局 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这脸有点发烧 一家子围着桌子大口的吃猪食 那行刑实在是让人不寒而栗 李孝公奸笑着说 嘿嘿嘿嘿 小子 今天除了你婶婶是兽兴 落了一碗不错的长寿面 我等今日原来是你准备要宰着猪啊 啊 先拿出鲸鱼肉这种好东西 再勾引起我等对海带的兴趣 有鲸鱼肉在先 这海带无论如何也不该是太便宜的东西吧 再加上南北两条航线 只要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发大财 如果不是陛下点醒 我等今日就成了长安城的大笑话了 小子 老夫现在就让你吃海带 吃少了都不行